Wu u u 把尖把微醺 敢磨把飞吉 从不去考虑去那里 大家好大家好 真好幸福 我想说青中式跟出秋 对他很大应该没人反对吧 我今天就在疯狂的豚秋妆中 今天刚好收到这件青中式的小上衣 就想要再来画一个早秋 金贵感流光妆 这种非常温柔 干净同时有岁月尽好的美 真的很适合出秋那种淡淡的感觉 但这种妆容我们没有太多的色彩 所以说底妆对整个妆面来说就很重要 就需要那种干净清透 同时又没有什么粉感的 今天打算用一下卡斯兰这个油光气垫霜 外壳是这样的非常的精致贵齐 上脸跟皮肤融合的还蛮好的 整体就是很滋润轻薄 但不过你觉得好像没上一样 用完是这种肉眼可见的 有质感了很多 而且它的遮瑕力是真的很不错 像暗沉泛红毛孔基本上都能遮住 这种精华入妆的养肤类气垫 就很适合我这种大干皮秋冬来用 上脸真的很服贴 但贴近看我们的鼻翼眼下也不干不卡 但这种饱满通透的光泽感 就很像是健康皮肤自然透出来的好气色 无瑕的油光感就显得很贵迹 我们用森红膏从全部向内慢慢拍开 视觉上可以缩短中平 这样拍完就是这种抹身好气色 显得整个人状态很好的感觉 但今天这个妆面我们整体的立体度还挺重要的 所以除了底妆之外 重点就是去打造整体的轮廓感 我们先用灰棕色修容去定好眉毛的大致走向 可以用比较深的眉粉去填充一下 眉尾的颜色稍微加深一点 再眉头增加一些毛流感 然后可以用一只遮瑕臂去整理一下边缘 遮盖砸麻让我们的眉毛看起来更干净 而修容我们用一只比较细节点的摔子 看着眉头修下来 鼻翼可以修得稍微细窄一点 鼻尖将要修出小小精致的感觉 我们再稍微戴一下眼尾的冷库 眼妆我们选一个这种逼宝褐色系的 我们半面积预染上下眼皮 我们再取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它叠掉在双眼皮只有中内 这个眼妆会更有层次感 跟这个刷子预染一下 偏红一点的颜色加深一点头颜尾 大过整个下眼线 用比较轻涛的闪片去提亮一下眼中 用刷刷这举身棕色来画眼线 眼尾就自然拉长 然后用眼线叶笔去瞄持 我们刚刷子上的鱼粉去开个眼筒 今天的卧蚕是比较窄长的那种 用一个粉色的卧蚕笔去提亮一下卧蚕 上睫毛的根部感觉可以再去加深一点 它睫毛选的还是用比较清透的款式 用深棕色的眼线胶笔去填补一下内眼线 我们在苹果肌的位置就是边边撒红 一点粉色系的高光去提亮鼻尖和眼头 用遮瑕笔或者唇线笔磨混下唇周 维持比较贴合气血感的唇釉 唇中叠涂是深一点的达到那种花瓣穿的感觉 谢谢大家